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讲加瓦系列基础教程第二节 欢迎进入加瓦编程大世界 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会是加瓦的程序结构 其实在上两节课中呢 我们其实都编写了同样一段代码 这段代码呢是带有慢方法的这样一个加瓦文件 慢方法中呢输出一句话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详细解释一下 在编写加瓦的程序的时候 它的结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当然我们在了解加瓦程序结构的时候呢 首先必须了解清楚这样几个概念 第一什么是类 第二什么是原文件 第三什么是class文件 第四什么是对象 其实对象和类是关联在一起的 第五呢是类和对象的关系 这里面呢有些内容呢 其实在我上节讲解慢方法的时候呢 已经解释过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上节课的代码 上节课呢我们是用记事本编写了一个test2点加瓦 并且把它编译成了test2点class 哎在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确认了所谓的原文件就是由程序员哈 使用加瓦语言编写的一点加瓦为结尾的这样一个文件 这个就是原文件 而class文件呢 很明显是由原文件编译而成的这样一个由JVM虚理机直接执行的这样一个文件 class的中文呢 我们又翻译成类和类文件 这个问题就来了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什么是原文件 什么是class文件 那么到底什么是类呢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原文件哈 上次课的原文件再次打开 为了方便大家看的话呢 我把格式的字体加大 好的 这个就是我们在上节课的内容中写的这样一个原文件 原文件中 哎在上次课中我虽然敲了 但是却没有给大家解释 写了一个public空格class空格test2 public的中文呢 上节课解释过 是公共的 而class呢 哎刚才我解释过 它的中文就是类 意思是公共的类 类名叫做test2 test2后紧跟一对花括号 其实对于程序员编写的加瓦原文件来说 就是在编写类文件 那加瓦的类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类的话呢 我们一方面可以从加瓦语言上来解释 另一方面呢 我们又其实哈 是可以通过面向对象 可以把它放到更大的范围中去解释 那目前呢 我们先看狭义的在加瓦语言上的类的一个定义 所谓的类 它必须通过关键字class来定义 而且还要给它一个类名 类名之后紧跟着花括号 花括号里面呢 我们这里面的代码都叫做类体 上次课呢 我们是解释了闷方法 你会发现闷这里只有一个闷方法放在test2的类体里面 对于加瓦的类来说 一个类中间包含一个或者是多个方法 说到方法 因为类里面可以有一个或者是多个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跟闷方法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呢 其实呢 方法跟闷方法一样 一定是遵循了普通方法的这种语法的要求 只不过呢 闷方法的这个方法是固定写法 而其他的方法呢 相对是比较自由 但所谓的自由也一定是在满足语法的前提下 好的 现在我在类里面 随便写一个方法 public void dog one 然后呢 里面也写上system.alt.println wong wong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方法跟man方法有什么不一样哈 首先它还是有一个public 就是公共的 也有woy的空返回类型 方法名叫多个wong 跟man不一样 man的话呢 是固定写法 而多个wong这个方法名其实是我自定义的 好 它也有小括号 只不过这个小括号里面可以没有参数 也有方法题 方法题呢 其实你想怎么写代码就怎么写代码 当然在符合语法的前提下 这个呢 就是java的方法 多个wong方法呢 跟man方法是平级的哈 他们是兄弟关系 并不是被包含的关系 你看他们两个在test2这个类里面呢 是并列的 好 现在我们来复习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们讲过的内容 解释了一下 什么是原文件 以点加瓦结尾的由程序员编写的文件 什么是class文件 就是由原文件编译成一点class结尾的文件 而class中文也叫类 什么叫类呢 就是在原文件中程序员自己定义的通过class关键字 好 自己给类名这样定义的一个类 而类里面包含一个或者是多个方法 我们可以看到这幅图哈 很形象的说明了 我们整个java程序的这样一个结构 首先是存储在硬盘上的原文件 原文件里面呢是包含类 类里面呢 有方法 请注意方法与方法之间是并列的 好的 稍稍做一个小节之后 我们继续来看我们剩下的内容 什么是对象 说到对象的话呢 我们就必须跟类关联在一起 刚才我们已经讲解了 在java程序中的类是通过class关键字 然后给一个类名来定义的类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现实生活中 这个类我们又是怎么看待的呢 其实呢 同学们呢 如果在生活中会发现 我们不由自主的把很多东西自己来分门 别类 比方说求 比方说人类 老师 学生 程序 程序中有java程序啊 c程序啊 c++程序等等 对不对 我们不自觉的在把这个真实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分门别类 其实这个类呢 其实这个类呢 加瓦 定义类的这样一个真正的核心 我可以定一个class 控个dog 也就意味着我定了一个狗的类 针对于类来说 对象又是什么呢 举一个例子 老师 老师是一类 是一类人 一类人 Cindy是老师 接下来呢 听我的解释 Cindy是老师类的一个特定的对象 再举一个例子 Jack是学生 也就意味着Jack是学生类的一个特定的对象 那对象到底是什么呢 世界上万事万物皆对象 而我们呢 通过认知各种不同类型的对象 把各种各样的对象来分门别类 现在大家知道了类和对象的关系吗 类是某一类型对象的一个集合 而对象一定是属于某个特定类的对象 这就是类和对象的关系 好 现在我在Test2 Test2是一个类哦 我要通过Java语言 来实现实力化Test2类的一个对象 Test2空格 我们想给这个对象起什么名字呢 随便 假设我就叫OBJ 这个对象呢 要NewTest2 New是什么意思呢 是新建 新建什么呢 新建Test2类的一个对象 记得一定要写括号 而这个OBJ 就是Test2类的对象 好 这就是在Java程序中如何得到一个类的对象 到这里为止呢 我们本节的类容就已经结束了 请大家特别关注这个图哈 什么是Java的原文件呢 Java的原文件中包含类 类里面呢 又包含方法 那类呢 是可以实力化对象出来的 就是类可以得到各种各样的 很多的对象 好 今天这次课呢 就大词结束 因为是很多概念性的东西 所以并没有布置作业 请大家下来理解一下 或者继续学习下一节